首先我们现在先来说怎么去安装它 它后面的话会有一个 桶的话是安装我们的一个压力检测仪的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压力检测仪插上去 再把我们的一个电影查 然后打开 这电影开关亮了就可以了 我们前面的话会有两个孔 两个孔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私密跟手柄的一个手柄的连接 手柄连接 然后我们这边会有 左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超声道 然后右边的话是我们的私密 然后我们要对整它的一个图片 将对应的去查 不能说把我们的手柄插到私密那边去 是用不了的 这样也可能能导致烧掉了 我们这里 我们手柄 手柄里面的话 它里面会有一个凹叉 凹叉的话我们就对整 我们 刀的话它有三个头 它有三个头一个4.5头 这4.5头 然后一个3.0头 一个1.5头 然后我们的4.5头的话它是打建我们筋膜层 然后3.0头的话是打建我们的胶原层 还有激发我们的一个胶原真身的一个提拉收紧的效果 还有去咒的效果 好 然后 然后有听到我们刚才没刷头的时候它是响的啊 然后我们这个工具有个工具箱的话是打点一点的间距 这是能量 然后这是呃发出能量的长度 好 我们现在按开始 READY就是开始 STAR的话就是停止 READY开始 跟我们的手柄这个圆 也是触点的话是一致的啊 这个也是可以暂停开始的 好 我们会有配有 呃 3块亚特利档的厚度都不一样 比较厚的最厚的话是4.5的 然后呃 3.0的会比4.5的薄 1.5的更薄了 这个不用说了 它会有 两边的话都会有一层膜的啊 然后两边都会有一层膜 然后我们要试亚克力板之前的话 要把那两层膜撕要 要不然打死都打不了 或者是打得不好看 我们先涂凝胶 在它头上 能量的话我们要加大 因为亚克力板的话是硬的 不比在我们皮肤 呃 明天酒这样看来有点小 那我们开对最大这一层膜 看一下 好 ok 嗯 然后看到我们的点 都是一个一个 不会说重叠在一起就可以了 这样就是安全了 可以打在我们乌克的一个皮肤上的啊 有你操作每个投资钱都试一发就可以了 呃 试一发就ok了 也不是说 不用说 每 每次操作客户都要试 是你收到仪器的时候试一行呢 好 这个是反过于我们看我们的一个私密 嗯 我们私密界面的话 这个是350 我们的一个呃 转圈的话 它是一个360度圈 对不对 但我们会调成350 是为了安全 不能让它重叠 所以我们就调350 就可以了 然后5.0的话 是我们打一发后 它转的 角度 好 这个25的话是长度 然后这个1.2的话 是一个点一点的距离 然后0.2的话是呃 能量 这前面四个的话 我们一般都不用理它 都是我们已经不容认的了 你们需要调的 就是一个能量 能量的话 我们一般就是从0.6或者0.7去开始 呃 因为我们的引导 它没有痛觉神经 它只会说 感觉就有说 有酸胀啊 还有就是说 温温热热的感觉 嗯 但是它不跟我们的一个 呃 面部的一样 面部的话打的话 它是脸上是有感觉的 脸上呃 它的一个能量是从最低去开始 脸部的肯定是要从最低 然后再根据客户的感觉去调 一定是要在客户呃 承受的范围内去操作 不能说调的太高了 它也不能说调太低太低 没有能量的话 做出也肯定也没什么效果的 好 然后这个711的话就是它一圈要用的发数 然后这个0这里是技术打多少发就会呃显示多少发 这个Auto这个的话是我没按之前呃它就是一个呃手动模式就是我手动模式就是我要按一发它才能打一把按一把才能打一把 然后我按把它按亮了它就是一个自动模式自动模式是我按一把他会自己打完一圈自己停 这个是探头的一个显示啊我现在用的是4.5它私密的话它只有两个头就4.5跟3.0没有1.5的啊 好这个是我们的汉口的发数 这边这四个的话是一个呃保存试据 就是说我现在把它这些能量全部的调好 然后保存 就是保存可以保存它们的 不过这三个一般都用不到 就是说给你们一个参考而已 因为你不可能说一个电机只有三个客户对不对 好 这个呃在我们保存下面这个是一个检测 我们压力检测的话 就是检测它的一个松弛度 它的一个引导的松弛度 好 我们松弛度的话 我们一般是先放弃啊大气囊 先肯定要放弃 要不然它测的不准 然后再拧紧 拧紧后这个套生病引套 呃放进它引导里面 然后让它夹紧 不是说用全身力去夹紧 很多人都不理解夹紧是什么意思 你告诉它要憋尿的那种感觉 它就不会来说憋尿 就OK OK 那我们就保存 好 那我们保存 这次操作前的一个数据 我们就不用理它 那我们去返回来 去操作 操作前的话 肯定要很ready ready的话 就是它探头 会自己只捡两圈 就是捡两圈 就意思是 检测它的一个 探头 跟我们的一个手柄 连接 呃接触好不好 好 OK 它现在已灯亮了 我们才能按这个start 是那是一个准备键 好 那后呢 我们就调两量 好 调0.7或者0.6都可以 好调好后 那我们就要 呃 呃 放凝胶在上面 凝胶要挤多 尽量挤多一点 在上面 啊 挤多一点 在上面 然后 挤凝胶后 我们再套上 避印套 套上避印套 然后我们就 拿大面签 把那个 里面的那些凝胶 都分布均匀 在我们的避印套里面 呃 让它 呃 整个探筒这里 都有啊 呃 在方便在操作的时候 它自转的时候 它有的地方是没有的 ok 那我们 全部的弄好后 然后放在客户的引导里面 那我们就开始操作 现在我用的是 自动模式 那我按 自动模式 那我不用手机动 它会自己打一把 你看看它能不能自己转 可能会很小很小的一个距离 一想一想的话 就代表它在工作中 然后 如果说 它这 它等于说 它现在已经转了一圈 自己 自己转了一圈了 它灯是不闪的 只是亮着 这代表它已经打完了 然后我们可能有的客户 呃 每个人的引导的长度都不一样 有的人的话用到 呃 可以 插进去到一把 有的人插进去可能到75 那我们会根据25 那我们会根据25 25厘米去退 就等于说 现在有个客户差了一把 那我做完第一段了 就打完第一圈了 那我们就退到75 退到75 75打第二段 75 第二段也等于说它打完一圈 那我们就退到50 OK 50也同样是打一圈 就退到25 25的话就到硬道口这里 硬道口的话 它是有 呃 没收神经比较多的地方 可能会有感觉 敏感 那我们肯定要提前跟客户说 呃 到硬道口这里的话 会有 嗯 感觉敏感的 然后你承受不了的时候 要跟操作的说 OK 操作的说 你要操作的承受不了的时候 那我们就往下调 往下调就可以了 OK 然后我们做完4.5头 再换3.0头 就这样子 操作完毕 然后我们现在操作完毕后 那我们要把这个10大 按了 然后再去检测 这检测 同样是先放弃 然后再拧紧 然后这个也是 套生病套 套生病套 用它夹紧 它第二次操作 它夹紧的 呃 那一瞬间 那我们这边的大气囊 你也要按 第一次我们不用按 第二次你要按 好 OK 那往后 就是一个操作前 操作后的一个对比 数字越小 也代表它越松 数字越大 代表它越紧 嗯 整个操作的流程的话 就这样子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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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